郭文泽伊先生 传言说你有一位女友是圈外人 那你和莎莎是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 这个问题 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我非常相信师哥 大家也千万不要误会他 所以请解释一下 是否意味着 程莎莎是你的正牌女友呢 好吃吗 一般嘛 没有做的好吃 你还会做这个 那当然 我在白房子七餐厅打工 我做的蛋挞 特别好吃 有机会的话让我尝尝呗 没问题 是否担心公开恋情 会对未来产生影响呢 如果有女友会公布恋情吗 对啊 说一下吧 泽伊 不好意思各位媒体朋友们 今天所有的问题 只能针对于作品和演唱会 艺人的私生活问题 我们不予回答好吗 刚才我们都已经说好了 泽伊少爷会训练 天天搞误了 就不能好好做音乐 知名乐评人 这一期靠长作被新歌造势 绯闻缠身 也让泽伊不断占据了热闹 谁知道你过两天 又弄个什么女人从天上掉下来 从地上长出来的 我能怎么办 你告诉我 你第一天出道 艺人有什么意思啊 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好吗 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是一个艺人 永远不可以谈恋爱你知道吗 哪怕看起来像谈恋爱都不可以 爸爸今天啊要给你介绍一个特别棒的朋友 你如果能像他一样 多花点心思在医院 爸爸就不用那么操心了 成沙沙CP 什么东西决定 是否担心公开恋情会对未来产生影响 如果有女友会公布恋情吗 这么烫 你发烧了 我带你去医院吧 你醒了 把粥喝了 你要不吃点东西垫垫 我给你做点东西 索伊 你去哪儿 索伊 人家是谁呀 你去哪里啊 你们去哪里啊 人家是什么关系啊 人家是什么关系啊 人家是什么关系呀 人家是什么关系啊 人家是什么关系的 你去哪里啊 索伊 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主要你去哪儿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